大家好,我是小琪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君子兰 因为好多话也说 我养的君子兰到了夏天就会出问题 夏天为什么会出问题呢 首先是因为夏天温度非常高 高温闷热 如果您环境通风不好 那么就容易出问题 在不通风的环境中 您浇上水以后 土壤干的慢 长时间预济就会烂根 整个环境不通风 湿度比较大 它就会出现烂液的情况 所以如果通风相对差一些 我们要做的是 要定期的喷杀菌剂 喷到叶片上 能够有效的预防湿度大 叶片出现腐烂的情况 浇水的时候加上点杀菌剂 比如我们知道的多菌磷 就能够有效的预防烂根 这是一个小技巧 那么夏天应该怎么去养呢 夏天它长势非常缓慢 如果温度很高的话 它几乎就不生长了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保证正常的浇水 肥料不需要用 光照要适当的遮阴 放到室内明亮光的地方去 不要过度阴暗 因为明亮光也能够让它进行下光合作用 保证根系发达 那么浇水怎么浇呢 建议盆土干透的时候浇 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去掌控干透 你可以去垫一下花盆 浇完水是多少重量 盆土快要干透的时候是多少重量 我们也可以在花盆里边去插上一根竹签子 竹签子如果底部没有湿度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浇水了 记住君子兰浇水 要在晚上八九点钟以后 选择通风好的时候浇 比如放到窗子边上 比如搬到院子里 这样浇上水 让它在这儿待上一个晚上 同时晚上温度相对低 它的根系相对活性强一些 浇上水能够吸收 叶片就会恢复硬朗 而且根系干瘪的就会恢复饱满 单上一个晚上外边有风 风吹过 土壤表面的水分就会快速的蒸发 这样等到早上快要出太阳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搬回原来的位置去 它就能够快速的吸收水分 而且土壤就处于微微湿润的状态 就不会烂根也不会烂叶了 这样我们就起到补充水分的作用 夏天就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们按照这种方法去养 别见强光适当的遮阴 合理的浇水不去给它用肥 保证环境的通风度 如果通风不好 去喷一下杀菌剂 浇灌一下杀菌剂 你的君子兰就不会出问题了 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小鸡点个发 点个关注的都